HELLO 各位Artist的車友們 大家好,今天我們開了雙溪鍋 那今天要分享一下 安裝分享的車種別是Toyota的Artist 我們先來看一下前面還有後面的避震器部分 因為原廠的已經都拆下來了 我們看一下原廠的避震器 這是原廠的避震器 KT其實上面的上座 還有後面的上座 我們全部都對原廠的 對技師來說相當的方便 就直接可以把原廠的拆下來 不用再沿用原廠的任何東西 即便這台車有五年八年的壽命 它的上座快壞掉了 那這些上座都不用再沿用 就可以直接使用KT所附的避震器的上座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後面的避震器呢 這個就剛剛提到過的 我們KT都有附上座 那這個都是高低軟硬都可以調整 高低的調整呢 是從小管的地方把這個托盤把它鬆開之後 這個托盤鬆開之後呢 然後整個長度往上調呢 它的車高就變高 往下調整呢 車高就變低 那今天預計啦 預計的車高呢 大概會維持後面大概 原廠是 手指頭大概是五指幅 那今天會維持大概剩下三指幅 到兩指半左右的車高 那前面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前面的部分呢 前面的部分 也已經裝好了 這個是 ARTIS前面的部分 前面的油管固定 加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是 離載串座 這些所有的位置呢 都是跟原廠一樣的相對的位置 所以固定的位置呢 不用再用任何的束線帶做固定 我們就可以把這些的 ABS感應線 煞車油管的架子 都固定的很好 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 前面的油管固定架 這個是 原廠離載串 那前面調整車高的方式 跟後面一樣 我們只要把這個托盤呢 往逆時鐘的方向把它旋轉 它的長度調高之後 車高就變高 往下調整呢 車高就變低 今天預計的輪胎 上延到夜市板的距離 大概維持大概 也是兩指半到三指幅左右 然後前面的彈簧公斤數 我們配置的是七公斤 那前面的 像這樣統身可調的部分 車友們常常會詢問的問題就是 那這樣子調高跟調低 承受起來的感覺呢 會不會一樣 那KT的系統 其實是有統身可調 它並沒有壓縮任何的彈簧 我們往上調整 往下調整呢 所調整的都是腳管的相對的位置 所以調高跟調低呢 它彈簧不會壓縮彈簧 所以調高跟調低的重做感覺呢 是都一樣的 不會因為調高調低呢 有所差異 這個是Artees前面的部分 這是前面的離仔串 它建議即時拆裝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這個離仔串的壽命 所以我們拆下來的時候都會聊一下 或者是看一下離仔串的部分 是不是有正常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阻尼 這都是軟硬30段可以調整的 調整的阻尼呢 位置呢就是在避震器的上方 就是在這個地方 這就是阻尼的調整孔 那這裡呢就可以做阻尼軟硬的調整 往順時鐘的位置做調整呢 它就會變硬 往逆時針的方向做調整 它就會變軟 上面有刻一個H跟S 往H的方向旋轉就是變硬 那今天呢 輪胎目前都還是原廠的規格 所以我們的KT的道路板 一共有30段的可以調整嘛 所以今天呢會把它固定 大概再調到30段左右 所以這是前面的阻尼調整很方便 就從這個地方呢 稍微翻開之後呢 就可以做阻尼的調整 這是前面的部分 右前的話好像也已經安裝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右前的部分 這是右前的部分 好 那我把後座打開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阻尼調整方式 是要稍微把椅背呢 往前掀 然後就可以調到阻尼 來 你的手機拿去 這個是後座 後座artist 都是可以做六四分離 所以我們把椅背往前掀之後呢 在這個地方 就藏在這個後座 把這個飾板呢 稍微掀開之後呢 就從這個地方可以做阻尼 軟硬的調整 往順時針呢 就是變硬 逆時針就是變軟 那剛剛一開始就提到過了 KT呢這些上座 我們都有附 那當然還有一個最大的優點 就是 既是在拆裝的時候啊 也會很省時間 不用再把 不用再用彈簧壓座 把原廠的彈簧壓著 再把上座卸下來 都不用齁 就可以做 做那個 直接安裝的動作 那今天的這台車其實都還蠻原廠的啦 唯一有加裝的應該是前面跟後面的拉桿 前面的話齁 是引擎式的拉桿 那後面的話是後下結構桿 這個後下結構桿 這個跟引擎式拉桿 應該都是 高雄 那個 East Green 金鴻大哥家的產品 那KT用料的部分齁 這個才是最需要跟大家做介紹的地方 因為 之前都只有 用照片 跟大家做產品的介紹齁 那 KT的用料的部分的話呢 第一個 裡面的主尼油齁 它負責的是主尼的 控制 所以它的主尼油的優劣是相當相當的重要 我們KT的避震器呢 不論是道路版 競技版 甚至在賽道上的版本 全部一律都是用 意大利IP的主尼油 意大利IP的主尼油 它是一整桶進口進來 並不是授權來台灣做混裝 所以它的主尼油的油品品質 相當相當的穩定 另外呢 在這個裡面的油封部分齁 我們所選用的油封呢 是日本NOK的油封 還有在前面上座的軸層部分呢 所使用的軸層齁 就是這個後面齁 前面上座的軸層呢 就是日本KOYO的軸層 這些用料齁 都是一時之選齁 這個是後面的避震器 裡面的話呢 還有一個發泡的緩衝滿頭 所以任何的東西都不再使用原廠的任何一個零件 這個是阿提斯的安裝直播分享 那當然齁 很多車友呢 對改裝這個區塊比較陌生 那為什麼要改裝避震器 第一個 原廠的避震器呢 阿提斯來說齁 它的車高啊 相對都比較高 所以它的阻尼上來說的話齁 它的承受感都比一般的歐系車還要來的舒適 可是相對的太過於舒適之後 它的操控呢 就會犧牲掉一部分 所以改了安裝的改裝避震器之後呢 它的軟硬還有高低呢 就能隨著自己的需求呢 做調整 因為每個人的背景安裝條件呢 譬如說輪胎的規格齁 或者是底盤的改裝都不太一樣 那可以做軟硬的調整呢 就可以達到自己所想要的需求 把個線管好 好 好 這個是阿提斯安裝那個齁 避震器的避震器 捏虎光好 那我們拍前面齁 這個是前面齁 前面都已經安裝好了齁 還有油管固定架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 離載串的固定位置 阿提斯其實在拆裝上齁 算是相當相當方便 讓技師做維修 所以平均我們拆裝一台阿提斯的話 大概都一個 一個小時左右 就能夠 安裝好了 那最主要還是做一些 微細微的調教 像現在其實都安裝好了 那等一下把輪胎裝上去之後呢 車高的部分 呃 左邊跟右邊呢 也許側重有有誤差 所以我們就會盡量把 把左邊跟右邊的誤差齁 把它校正到最小 好 哈囉 孟城你好 我沒有在放讀喔 我只是在直播介紹而已 吼 這個是 呃 前面齁 前面 欸 車有的這個 還有加裝了一個前下巴 有老闆 你好 你好 分享 有送好禮喔 有有有 送那個破吉的好不好 那個 後面的話 呃 現在已經安裝完畢了齁 所以我們再把那個結構桿呢 所以我們再把那個結構桿呢 再把它裝回去齁 啊 今天剛好用2個 兩支手機做兩個網站齁 就是我們這支 KT的粉絲團 還有在Artist裡面家族 一樣做 做直播分享 那如果車友們啊 對 呃 KT的避震器有任何的 疑問呢 或者是要試乘 實車試乘齁 我們KT也都有Artist可以試乘齁 所以如果車友呢 需要做試乘的話呢 可以 呃 到我們KT的粉絲團齁 跟我們的小編聯繫 或者是你有任何的問題呢 都可以問我們腳邊齁 這個是後面的避震器 那這裡的話齁 我們有做了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應該算是這個 跟一般比較不同 這裡的話齁 其實還有做一個專用的 Artist專用的軸套呢 用意就是要電開齁 萬一這個 裡面的鐵套橡皮老化的時候 它會往下沉嘛 那把這裡跟這裡就有可能乾涉 就有可能會造成異音了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專用的軸套齁 把這個電開之後呢 就能夠避免日後老化所演出出來的異音問題 所以這個是也是做的比較細密的一些地方 所以後面的話呢 後面的Artist的BNG 它的整體的長度啊 其實這一代還蠻短的 那下一代之後呢 一般的Artist的Artist 它的底盤就有大進化了齁 下一代的話呢 就會變成是DNG的底盤 整體的操控性呢 應該啦 會比這一代的Artist 還要來得好很多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齁 頭剪好了齁 頭剪好了齁 不然你就要怎麼拿去這樣 就要怎麼拿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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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烤 今天我們的直播分享 大概到這邊 如果車友對電梯的電梯系 其實我們做了1200多種的車種別 如果車友不是Artist 也可以來詢問 我們車子的供應率還蠻多的 尤其是韓日系歐系車應該都有 如果有常常關注我們的粉絲團 我們一旦有機會的話 就會分享不同的安裝直播分享 下一次有機會的話 歡迎再跟我們 再關注我們的直播 有任何問題再跟我們小編聯絡 今天的直播呢 因為Artist 安裝的速度實在很快 所以今天的直播大概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掰掰